已经在韩国Kpop圈流行好一阵子的Challenge 不仅能让歌手互相宣传新歌 甚至也能从短短的几秒影片中 看到意想不到的偶像们的组合 对粉丝来说都是相当乐见的事 然而后来又一部分的人认为 Challenge已经慢慢流于形式 不仅了无新意 甚至跟一般的视频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看了觉得疲乏 而站在艺人的立场 Challenge也非轻松容易的事 像是女团Ladbebe的色气和温迪就曾透露 对Challenge的真实想法 表示虽然是可以互相宣传 但在短时间内 要消化好对方艺人的舞蹈确实不易 甚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而近日 作为Challenge的创始人Ziko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在综艺节目全职干预视角中 Ziko向所有爱都道歉 因为让Challenge成了歌曲宣传的必需品 他表示道 按照之前休息时间 歌手们都在休息室里面休息或者练习 最近 休息时间都在跟同时见面 互相拍挑战 所有歌手都要知道对方的编舞 所以对于这点 我借此机会向大家道歉 真诚又可爱的态度 让大家表示了理解 对此 网友留言表示 恶华莎的第一个Challenge 真的很好看又有趣 现在确实无感了 当然 既然是一种风潮 必然有利有弊 大家怎么看待呢 欢迎留言 爱的韩语社 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 for that don't want 感谢观看